学佛人注魔了怎么办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问,学佛人注魔了,怎么办? 大安法师答,注魔一般都是造妄心,用急迫的心吸求神通,吸求感应,吸求锐香,吸求善巧。 一有这个心,这些内心的五音魔,或者外面的天魔,或者年久成魅的这些妖魔斜魅,飞身附体,就容易注魔。 注魔这都有心感召,所以我们念佛人心一定要很平时。 很平和,不要去追求那些神通感应。 知道自己业障深重,也深知我们每一生佛号,阿弥陀佛都在信念我们,加倍我们。 我们不需要用造妄心去求神们,无求,但要发愿,就不至于注魔。 那注魔了怎么办? 注魔了你能够正确的观念对待,也能够从魔境当中出来, 也不要把魔看成是一个很大的事情,不注魔不成佛。 冷眼睛讲物十种阴魔,常常是你修行功夫比较得利的时候。 这个魔境在你存心不正的时候,乘虚而入。 你如果修行功夫不到,这个魔还不理睬你,所以一定程度上说明你功夫比较得利。 但是魔境现前你能够有正确的观照,把它看空,不理睬它,一切善境界如果你一执着,就成了魔境。 魔境现前你能把它看空,也会转为佛的境界,就在你一面的观照当中。 所以助魔人重新回归到正确的心态。 老实念佛,求生净土,阿弥陀佛慈悲不舍一切众生, 忤逆十恶的众生都不舍弃,怎么能舍弃你这个修道曾经走过一点弯路的人呢? 这是没有问题的。